你以为重量高达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是西游记最重的兵器吗? 其实它只能排倒数 第十,九尺钉耙 它是猪八戒所使用的兵器 在西游记中的该兵器细分十分的重 不光是这样,该兵器重量也是不容轻视的 并且它的来历也非常不简单 它是用太上老君的神兵玄铁 还借了普化天尊之力才制造而成的 其重量高达5048斤 虽然该兵器造型看起来没有什么威力 但是其杀伤力非常高 就是该兵器在猪八戒手上看不出来杀伤力强 因为它的法力并不是特别的高 第九,降妖宝杖 它是沙僧所使用的兵器 由鲁班使用梭罗木制造而成 里边香金锐气宁 外边万道猪丝戒 其重量高达5048斤 刚开始时,该兵器只是用来镇妖服怪的 但后来沙僧当上将军 玉帝便把该兵器送给了他 虽然沙僧看起来憨厚老实 任劳任怨,自觉向善 没有孙悟空那么张扬个性 也没有八戒那么好吃懒做和好色 但是真正的沙僧并非这般模样 只是把实力隐藏起来了 就是他被贬到流沙盒后 三天两天就抓个人来吃 看起来比那些妖怪还更加残忍 第八,乾坤圈 它是哪吒所使用的兵器 由纯金打造而成 而在三戒芭蕉扇时 悟空等多人合力围攻 都对牛魔王没有一点伤害 之后哪吒到来时 直接将乾坤圈抛出 就只用了三下便让他献出人形 而且该兵器可以实现精准打击 因为他具有定位功能 就是在哪吒和孙悟空大战时 他将兵器一丢 就把山间削成平头了 由此可以看出该兵器坚不可摧 其硬无穷 再加上乾坤圈重量就高达八千斤 因此投掷而出就能暴击万物 威力也强不可当 第七,如意金箍棒 它是奇典大圣孙悟空所使用的兵器 由太上老君取天成九转兵铁 再加羚羊神铁和黄金 才打造而成的兵器 而金箍棒在孙悟空手中 使用的超群绝伦 使他变大变小 变长变短都不成问题 并且他还凭借着该兵器 使三界天翻地覆 还在取经的路上 帮助唐僧消灭了 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妖怪 而该兵器重量也是非常大的 高达一万三千五百斤 也就是说重量高达八吨 第六,混铁棍 它是牛魔王所使用的兵器 而该兵器也是出自太上老君手中 初次登场的时候 牛魔王跟孙悟空是共同结拜的兄弟 但因洪海尔事件后 使两人发生了分歧 此后他俩便大打出手 但是打得难解难分 由此可见实力是相当的 虽然该兵器在书中并没有说多重 但有研究者认为 该兵器与金箍棒的重量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俩的关系和本事都基本差不多 所以推断出混铁棍重也高达一万三千五百斤 第五,三尖两刃刀 它是二郎神所使用的兵器 还被称为二郎刀 据说它本来是空中的蛟龙 但因为吞下龙珠被化为妖娇 后被杨己所收服 才化为三尖两刃刀 而该刀两面有刃 前端又有三叉形 因此被叫做三尖两刃刀 在捉拿孙悟空的时候 二郎神使用该兵器 直接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骨 使他动弹不得 而三尖两刃刀 重量高达两万五千两百斤 因此比孙悟空的金箍棒 还要重上一千七百斤 第四,金挠 可能有非常多的人 一下想不到该兵器是什么 就是当时孙悟空被黄梅老祖 用此兵器索困东西 后又请来各路神仙来打开 但是都无法使其打开 而该兵器是尼罗佛所使用的兵器 而尼罗佛的地位并不低 再加上当初营救孙悟空的各路神仙 都无法打开金挠 由此可见重量绝对不轻 而且还非常的重 第三,玉境瓶 它是观音菩萨所使用的兵器 别看该兵器 平时就是插着一只杨柳嫩汁的花瓶 还被观音菩萨轻轻地拖在手中 但是该兵器却有着 无法让人想象的重量 比如在西游记中 观音凭借着玉境瓶该兵器 可以将三江五湖所有的水 都装进这个瓶子里了 由此可见 玉境瓶的重量是无法想象的 怪不得观音菩萨会对悟空说 你是脱不起他的 第二,金波鱼 他曾是如来佛祖成道之前 用来化缘的工具 因为如来天天对着念经 使其变成了一个佛门法宝 应该很多人不认识他 因为他在西游记中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真假孙悟空那一次 如来使用该法宝盖住了六尔尼侯 再次打开时 六尔尼侯便立马献出原来的相貌 一千年才修炼于此 结果就毁于该兵器 并且他还被孙悟空撒死了 由此可见 该兵器的重量也非常的重 第一,金刚镯 该兵器就是那个 曾经一下把孙悟空砸晕 还让天庭给抓住的兵器 而该兵器是在太上老君炼丹炉中 一共炼了七七四十九尖才成的兵器 因此就能看出该兵器十分的非凡 之后在取经路上 被老君坐下的青牛偷走了 之后与此妖对战的时候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兵器 都会被金刚镯收走了 就跟黑洞一样 不管什么东西都将其放进去 因此该兵器的重量就无法估算了 并且还能吞并万物 所以他的重量就根本没有止境了 由此可见 金刚镯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知道在三国中 谁才是第一美男子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周瑜 身穿白甲 一身整齐的赵云 还有小霸王孙策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以上说的都不是 甚至赵云都排在倒数 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 那到底是谁呢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收集了三国的大量资料 谈念出前十位最具有争议性的美男 将他们由差到好 依次排序 接下来为大家一一奉上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司马仪 或许大部分人都认为 他老见巨华 贼没出眼的 其实不然 在《诗说新语》中有记载 史称司马仪天资麦节 这是何等的评价呀 可见他长相帅气 气质很好 其实这样才对 作为诸葛亮生平的对手 如果是个猥琐 且长相丑陋的小人 那为民也太伤感情了 像他这样的一个大阴谋家 欺骗曹魏三代君臣的大骗子 如果长得太过猥琐 又怎能长期欺瞒悠悠世人呢 总的来说 司马仪的长相不会太丑 其颜值在中等偏上 第九 陆逊 他不仅打仗里 还擅长用技 人还长得很帅 身高一米八多 有一张永远也不老的脸 皮肤和小孩一样白嫩 他和周公瑾并称江东双臂 其后人陆基 陆云 全都一表人才 而他的妻子可是孙策的女儿 也是江东少见的美女 虽然他的脸嫩 但做起事来就很正经 因此千万不要以貌去人 第八 姜维 其实对于姜维的长相 一直都存在争议 有人说他英姿撒爽 空流倜腾 也有人说他相貌平平 甚至还有人吐槽长得很丑 而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 在三国中有记载 中会见到姜维后就一见倾心 心上他长得好且有气质 而且把姜维与夏侯璇做对比 要知道 夏侯璇的相貌可不差 当时和姜维尚未深交 就对他有如此的评价 可见姜维的容貌也是相当可疑的 三国第一美男排行 今天他来了 第七 吕布 关于吕布的相貌 其实在正史中并没有特别提及 但是在三国演绎中 说他是帅得一塌糊涂 吕布盔甲华丽 他出场的画面就是 气欲轩昂 威风凛凛 手持风天化急 脚跨赤兔宝马 简直是帅爆了 当时还有人称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而他的穿搭半小也很好 在貂蝉的眼中 他是一个身材又高又挺 无意高强的广然 在凤一亭和他谈情说爱 由此可见 还是个撩门高手 最后貂蝉也是死心塌地的 跟随着女故 第六 赵云 相信在许多人的眼里都知道 赵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了 就是一个字 白 骑着小白马 身穿白盔甲 手持亮音枪 这不就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 而且赵云无论在史记 还是三国演义中 都是高大雄伟 浓眉大眼 大脸双下巴的河北汉子 并非小白脸娘炮 就连结拜兄弟赵范 都曾把自己嫂子凡事介绍给赵云 但是被拒绝了 这足以见得他当时多讨人喜欢 他属于朴实无华形 像那种浓眉大眼的农村小伙 而且作为刘备的贴身锚标 也不至于面目可赠吧 不过这种类型现在吃不开 因此 在一些影视剧 甚至三国游戏中 都会美化赵云的形象 第五 孙策 众所周知 孙策和周瑜 在江东可算是两大美男子 他虽是世家公子 却一点不交精无能 相反 他年纪轻轻 就拥有出众的领袖气质与魅力 那他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呢 据说当年 百姓听闻孙策的军队将至 一个个都被迷得神魂颠倒 场面堪比万人演唱会 而且孙策的粉丝 百分之九十都是女生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带 可惜死得太早 不过也娶了大乔 算是帅哥配美女 原来三国第一美男 竟然不是周瑜 别着急 现在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最后的排名 第四 马超 他是西凉豪门世家出身 妥妥的一个富二代 而他的相貌比他的武功 还要一人注目 白马银枪 面如浮粉 这才是真正的白袍帅哥 厮杀的战场上有他师承 简直美不胜收 他帅到人称锦马超 看到他就像看到一大片 锦绣无比的春花绽放一般 马超不仅长得白 还有西凉血统 放到现在 简直就是意大利美男子 第三 诸葛亮 扇冠金 身衣赫长 有一种飘飘然神仙的感觉 但这是罗冠中给诸葛亮 刻意增加的神仙气派 有种先锋到鼓的感觉 其实诸葛亮是山东人 身材高大阴暗 一米八五左右的个头 携带有鹰霸之气 应该带点高贵气质 派头十足的那种感觉才对 而综合以上特色 足以证明诸葛亮是个美男子 并且还身居高位 妥妥一个高富帅 第二 周瑜 可以说他是帅哥的标杆 既是小奶狗 又是风流才子 而且女人缘极好 把小桥迷得不要不要 如今 谁会不知道周瑜美呢 不但文采武功顶尖 而且精通音律 可见周瑜是个很有情调的人 又取得娇习小桥 这谁能不羡慕呢 三国俊男帅哥无数 也只有周瑜一个人 被称为周郎了 排名第二 毋庸置疑 第一 寻玉 潘安治国 寻令流香 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两个人 根据记载 寻玉看起来比较阴柔轻 算是高冷帅哥那一类的 所以他才会被三国第一喷子迷横调侃到 文若可见面吊丧 意思是说 他只有虚伪的外表 这不就是羡慕嫉妒恨吗 而且寻玉的帅可不止在脸上 他特别喜欢香薰 整个人走起路来都是仙气飘飘的 所以有人称呼他的帅叫做香帅 排名第一 世之名归 好了 本次的排行到此结束 以上也仅是个人观点 你们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有想看的系列也可以说 你知道哪个版本的关羽最经典吗 现在就来带大家了解一番 第六 巴森扎布版关羽 出自电影赤壁 这个版本的关羽对比其他来说 表现的就有点不尽人意了 他目光呆滞 面向忠厚老实 有点像西游记里的沙和尚 完全没有关公的威严和气势 而且最大的败比就是 太白了 但是整部电影有林志玲 金城武等一线大咖强势加盟 不管是从画面还是剧情上 多少观众享受到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第五 狄龙版关羽 他在出演三国之剑龙卸甲的时候 被网友评为最不像关羽的关羽 但其实也不怪他 或许是因为剧组没有给造型师加鸡腿吧 其实狄龙本人的气质和形象 也没有那么拉垮 但是从造型上看 和原著实在相差太大 其次就是这个关羽的脸 看上去像个两百斤的胖子 而最重要的是 造型师把关羽的胡子减少了 要知道胡子可是关羽的象征啊 不过好在狄龙的演技不错 他把关羽肝胆忠义的形象 演绎的霸气十足 因此也受到了网友的好评 第四 真子丹版关羽 都知道真子丹确实很能打 而面对关羽这样的壮汉一决 其身高的学现就显露出来了 网友也吐槽他不够高打威风 而且打戏基本是不战 没有很好的表现出 关公越马扬刀的感觉 其次 真子丹也直言说 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角色 他并没有读过原著 所以对关羽的人物性格 并不是十分了解 自己饰演的关羽 简直是最失败的电影 原来真子丹版的关羽 不是最经典的 现在就跟大家聊一下 最后的排名 第三 李田野版关羽 其实他早在01年 武神关公时 就饰演了年轻时的关羽 那时候其形象更像是硬汉 更加霸气十足 他外表硬朗 性格又极恶如仇 把年轻时的关羽 演得一波云天 精准的把握了关羽的个性 而他也曾在 武神赵子龙中 饰演了中年关羽 虽然整体故事 都围绕着赵云展开 但李田野对关羽的表现 依旧不乐俗套 对角色的刻画 可谓是入目三分 排名第三 毫无疑问 第二 于荣光版关羽 在新三国中 他扮演的关羽 可谓是深入人心 于荣光作为老戏骨 还在剧中 做了一个铝胡子的动作 至今被网友评论 是唯一能和陆树鸣 抗衡的版本 其实他们两人 都有京剧表演的功底 不仅如此 于荣光从小就在 父亲的影响下 接触京剧武行 因此在试验关羽的时候 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有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 他试验关羽时 一直眯着眼睛 这就是传说中的 单凤眼吗 总体来说 这个版本的关羽 还是给观众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 陆树名版关羽 作为老三国的 标志性人物 他理应排名第一 从剧中设定的外形上看 就和大家心目中 所想的关羽 十分接近 眉毛也是卧残眉 肤色也是红脸关公 陆树名表演时 特意微闭眼睛 一到关键时候 眼睛睁开的那一刹那 眼神非常有杀气 霸气侧陋 他在剧中 身着一身绿袍 头戴绿帽 纯弱图纸 仿佛是关公在世 很好地刻画出 关羽的忠意和自负 把人物演绎的淋漓尽致 排名第一 世之名归 好了 本次的排行到此结束 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 你对我这个看法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希望能收到你的反推